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期录音中,我要继续陪伴你来研读手册的第169课 我靠天恩而活,我靠天恩而自由 那我们昨天有读了这一课的前面五段 那也解释了他所谓的天恩或者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今天呢,我们会从第六段进行到第十段 一样读五段 第六段呢,他说这一境界不是我们所能谈论的 也不能描述或者推理 但是当我们的心灵彻底悟出 他的意愿即是上主的旨意 而且全面接受这一天恩的时候 这一启示方能浮现于我们的心中 就是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领受上主的恩典 然后体验到那个实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叫做上主永恒如是 那么他括号起来这个是在奇迹课程里面无比重要 而且也重复多次的 我们的真实意愿其实就是上主的旨意 那么上主的旨意,一言以蔽之呢 其实就是一体性 他不愿意我们分裂 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分裂 我们只能够想象我们分裂 那我们其实从分裂到现在 自始至终都在跟上主对抗 就是我们认为他的旨意我们不想要 甚至他的旨意会毁灭了我们 或者会让我们有很大的牺牲 因此我们对上主的旨意 有一个内在的恐惧 不过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相信的小我的缘故 那接下来呢 他说他会将心灵带入无边无际的当下 再也没有过去跟未来的概念 所以这个当下 我之前有讲过并不是现在 他是完全超越过去现在未来 完全超越在时空之上 那他是永恒 然后他也是无限 所以他说无边无际 那说他超越在旧恩之上 凌驾的时间宽恕 以及基督圣同的这一观念 当然就是当你达到旧恩的境界 甚至进入时相之后 当然就超越在旧恩之上 因为你就不需要旧恩了 这个是超越旧恩之上的意思 那他说上主之子就这样 消融于天父之内 一如天父消融于圣子之内一样 就是我们的自我就消融了 那么这个世界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 永恒是千秋不宜之境 就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楚的 清晰的能够去看出说 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真实 那这个也是上课同学常问我的问题 就是这个世界明明看起来很真 那当然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很简短的去回答 就是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世界很真实 是因为我们很愿意把它当真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 那个最深刻的智慧 能够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先年 所创造投射出来的 而且这个世界并不真实 好那下面第七段呢 他说这不是我们所能催生出来的经验 只有透过教与学而得到的宽数经验 才能见证这一时辰的来临 心灵已经决心为此而放下一切 那这个教与学呢 刚好我们之前在复习课的时候 有讲解过这个教师指南 那教师指南里面就 常常在谈论这一对概念 那复习一下 就是他所讲的教跟学 其实都是活出宽数的意思 所以他说教就是学 学就是教 教跟学是一样的 他们都不是语言的 都是指你身体力行的去活出的 从心灵的层次 在生活中实践 真正去活出宽数的精神 那这才有可能 真正去见证到 实相的来临 那么我们也 不会去催促这个时辰的来到 否则好像 表示你比传授宽数真理的那一位 更清楚该怎么做 就好像你比圣灵更了解 该怎么做一样 那事实上这是没有办法催促的 因为时间的决定权是在于你 那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很想要平安 但是圣灵并没有让我们 体验到那个平安 但是当我们在往深处去挖掘 然后去 这个觉察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内在 其实有相当一块 还并不真的想要 过得那么的平安 那这其实就是 你没有得到平安的那个原因嘛 所以催促也没有用啊 只表示你不了解你自己而已 好那下面第八段 他说一切的学习 都已存在在天心之中 而且早已圆满的完成了 一样那他这边的意思是在说 分裂其实没有真的发生过 所以所有的学习 当然都已经完成了 好那这个 所以学习宽恕的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幻象中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这并不表示说 你就不必学习了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认出嘛 还没有真正义气嘛 所以还是需要学习的 那么他说呢 他很清楚时间的意义 圣灵很清楚时间的意义 并交给所有的心灵 是每一个心灵都能用时间的终点 来决定什么时候把时间 释放回启示跟永恒之中 就是把时间整个给化解掉了 认出没有时间存在 那这个时间的终点 也可以说就是圣灵所在的那个位阶 那你只有从圣灵的角度去看 才能够知道时间真正的意义 那我们之前或许有讲过 时间其实就只有一种用途 就是拿来学习宽恕用 那除此之外的时间 都是浪费掉的时间 那你可以自己反思看看 好那他说呢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 你在此只是重走一朝 早已完成的旅程罢了 好那一样回忆一下 前面的158刻他就有讲到 好我们是在重走 那个其实已经走过的旅程 好那下面第九段的 他说一体性必然也存在于此 不论心灵决定什么时候接受启示 丝毫影响不到那个永恒不变的境界 过去未来都是如此 那我们只是接下了 五十以来早已指定的任务 而且心灵明白 他已经圆满完成的那个任务 好那这个五十以来早已指定的任务 指的是说 从分裂的时候 我们决定跟上主分裂的时候 这个任务就已经指定了 就是那个宽恕的任务 好 救赎的任务 不管是救赎你自己 或者救赎这个世界都是一样 好那么 而且我们心里明白 他已经圆满完成的那个任务 这个他当然指的是圣灵 好 那这个任务就是化解小我 圣灵其实早就已经圆满了化解小我 意思一样告诉你 这个分裂不存在 那你越能够去意识到分裂不曾存在的时候 当然你离那个十项就会越近 那这也是宽恕所要教你的 好 那么下面这个第十段 他说我们不必在世人无法了解的事上多费存舍 就是他这一刻又试图去讲到十项 可是他常常在谈到十项 好 比如说像天恩的时候 他又会补一句说 这个各位是无法了解的 好 那么听起来就有些丧气 但是也的确是如此 好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传达的 只能用你的心去领受 那当然我们是上赌之子 所以我们当然都有那份资良 能够去体悟到 体振到 其一课人所指明的那个方向 甚至他写的 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部分 我们都能够去体振到 那你只要能够寻着宽速的方向 一个正确的方向 然后不屑的去练习去走 好 逐渐就会有所体会 好 那他说呢 当你准备好接受一体真相的启示的时候 自然会悟出他的身意 好 自然就会悟出来 好 这也不是任何的老师或书本 能够传授给你的 好 那他说今天呢 很多工作还等着我们去做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为了他虽活在时间领域中 却能体会超越之近 而且听得懂 即将来临的 其实早已过去了 这类道理的人 非常的拗口的一句话 那么他说 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意思就是说 还有很多的宽速功课 在等着你 等着你去学习 那么他说 即将来临的 其实早已过去 那一样 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练习过的158课 我们讲到过去 现在未来 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就是都已经不存在了 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69课的中间五段 它的标题是 我靠天恩而活 我靠天恩而自由 从中间九条 使用户味 targets 使用户味 лиса